今集山系咁行 由我文山帶大家去到文華東方酒店staycation 感受超華賴氣派 除了位置在房間 看著城景、探望晚餐之外 還可以一邊看著酒店建築 一邊吃著自助早餐 快點去片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頭文山 歡迎收看山系咁行 今天我就會帶大家去staycation 究竟去哪裏staycation呢? 就是這裏 裏面有什麼東西吃、有什麼玩 就要跟我來吧 Let's go 好了 我們到了 我們上去 好了 我們剛剛就check in 完 我們現在就上去我們的房間 我們就給了16樓 到了 我們先開門看看room tour WOW 好漂亮 好了 我們終於進到酒店了 我們現在就room tour一下 究竟這裏有什麼東西 首先 你會看到這裏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洗手地方 我們先去看一張床 有一個大電視 有一張雙人床 然後也有一個書桌的位置 還有就是一個可以休息的位置 坐在那裡可以享受一下 嘩 好舒服 好 我們看看 這個城景 我們就補個城景 然後就對著這個太子大廈 還有是不是皇后像廣場 好 我們看看廁所是怎樣 這裏是廁所 喂 可以不想和你 你去廁所的時候我們可以洗澡 還有一個大浴缸 洗澡的位置 就是浴缸和企缸 所以大家可以選擇 究竟怎樣去洗澡你的涼 噔噔 哇 這裏有水的 噢 有個夾 真的好苦思苦香 那這裏其實有個位置 那其實你們可以放一些髒衣 或者是一些不要的東西 就放在這裏 那對面有個位置 其實有人就可以收回一些東西 那就可以免接觸了 哇 非常衛生 那這裏就有拖鞋 還有睡袍 也可以掛衣服 還有雪櫃 還有很多不同的酒 好啊 還有汽水 這裡也還有 應該是熱水壺 在這裏 對 熱水壺在裏面 OK 那今晚我們就玩得開心一點 那這裏就是製作離世風的活動 那這裏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圖章 那是金色的 那 也派了一些 對 空白的離世風給我 那我們試試 那裏印了一隻 老虎 大家看不看到 那其實你也可以再選擇 其他不同的一些字 大家很明顯看到這樣的字 走福字 那 那剛剛酒店的職員就已經把餐送到我們的房間 那其實本身我們就訂了一些海鮮餐 就在餐廳吃的 不過因為這陣子就要 6點之後就要禁堂吃 那所以我們就 邊廂它轉了餐牌 我們就在房間裡面吃了 Happy Birthday 好像第一次跟你這樣吃東西 哇 好正啊 我試一下這個帶子 那帶子呢 好鮮味啊 那它旁邊呢 還有一些醬汁的 那我們都是點不同的東西一起分享 帶子有四顆的 那我自己吃了兩顆 那呢就試一下 老火湯 那其實它也挺足料的 那它有冬菇 還有呢 就是鮑魚仔 我最近真的超熱氣 真的要喝點老火湯 那它的鮑魚都 燉得是比較 軟的 我很久都沒吃過這麼軟的鮑魚 吃完前菜吃完包呢 就是要吃主菜了 那我們點了一個牛 還有一個雞的 那我先試一下 牛先 那它呢其實都挺大塊 那我們就點了不成熟的 那我先試一下醬汁 很厚 所以很大油 但其實就不是說很熱 因為它是room server這樣上來 所以感覺上是暖一點的 還有肉也很厚 也夠肉味的 先試一下薯蓉 那薯蓉就充滿著牛油香 吃下去也挺開胃的 那再試一下雞 那它就是雞胸來的 那它就配蘑菇醬 其實那個雞胸也偏向乾身一點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那個蘑菇 因為那個蘑菇醬是充滿著菇味的 它是令到整件事是有所提升的 吃完主菜之後呢 我們現在吃甜品了 那我們就點了一個芒果布丁 再加了一個朱古力甜品 讓我先試一試 那它呢 這個朱古力甜品再加了一個是 金骨醬 即是類似橙味的醬 那我試一試吧 這個朱古力蛋糕呢 我感覺到已經是濃濃的朱古力 那如果呢 即是你吃朱古力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有少少微苦的 但是呢 你加上一個橙醬呢 你就可以綜合整件事了 好 接著呢就要試一下這個芒果布丁 那上面呢有一個 有一塊餅的 那聞上去呢 其實呢 都是充滿著奶味的 試一試 這個芒果 很濃郁 而且它上面呢 也有少少 燕窩 而且我挺欣賞它呢 下面的那個布丁呢 就不是說很重 即是很死甜啊 或者很甜 它也是比較清淡一點的 那吃下去呢 又不會有好太大的罪惡感 那如果你說兩者比較的話呢 我就比較喜歡這個芒果布丁了 因為比較清新一點 那甜品方面呢 都吃到七七八八了 那個朱古力呢 其實都真的有點膩 不過呢 特別在呢 就是呢 它吃到微輕呢 它有一種呢 末里花香的味道 那接著呢 我們呢 還有一粒朱古力的 一人一粒的 嗯 哇 吃到個 流心 有一點酒味 這樣也很出 我覺得我今晚吃了太多朱古力 但是我覺得好吃的 那接著呢 其實呢 它也都呢 有一枝 Champagne的 就是這枝了 就是Shane Donne的Champagne 那它就是Family Selection的 但是其實我 那我都覺得呢 很 很容易入口啊 還有呢 我覺得 現在也有一點點 軟軟軟軟軟的 搬了一些食物上來室內 那都是 是比較一番風味的 那看著呢 中環的這個 太子大廈 看著那些城景呢 其實挺有感覺的 我自己都沒試過 第一次試 那吃飯呢 那是時候呢 就要填一個肉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放了一些肉鹽下去啦 都是第一次亂 希望很舒服啦 哇 這個是文化東方的 藍莓芝士蛋糕啊 我們太飽了 所以洗完澡 放了一會兒 才開始吃 好啦 那啊 你是不是先搶三個Copy自己呢 好耶 那現在可以吃蛋糕了 因為呢 已經洗了涼了 又沒有化妝 免得嚇壞大家 所以我就 已經 只拍了一個蛋糕了 味道如何 它的豬肉很薄 它的芝士味慢慢滲出來 它有一點鹹味 掉了一些芝士味出來 我想其實要加上醬 才淡一點甜味 應該會再補色 對 要加上辣碗醬剛剛好 芝士下腦了 所以加上醬剛剛好 好了 這個蛋糕的十七部份是這麼多 我們吃完就睡覺啦 Bye Bye 好了 已經到第二天了 剛剛就整裝代化 換完衣服 現在下去吃早餐 不知道下面的自助餐有什麼吃呢 是不是這裡 是不是這裡 請問早餐是 啊 這邊啊 啊好 我們進來吧 早餐自然啊 哇 再這裡 好麻煩 是好啊 自助早餐方面 選擇都幾多的 有即制蛋糕 車仔麵 車仔麵 麵包 沙律 水果 公物片 中式點心 竹 角色熱食 果汁 等等 絕對會令你有選擇困難症啊 好了 剛剛出去了拿第一回合 我看到炒蛋那裡沒有人排隊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暗列 我就跟他說什麼料都要 真的很豐富 裡面有燈籠椒 有芝士 有火腿等等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叫牛肉炸薯餅 還有這個日式的炸餃子 裡面也有些塔斯拉醬 或者是一些茄汁給你拿 其實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也是很舒服 因為是可以看到下面的情況 可以看到一些吊燈 我覺得在這裡吃早餐真的很Chill 我現在先試一下蛋 因為新鮮滾熱辣 而且他說裡面有些柔軟的 就是有些流心 那我就說OK啊OK啊 好大份 兩個人分享 不過蛋好像不... 如果放些葉不會好一點 好像不太鹹 試一下那個日式炸餃子 就是它小小的 又好像很惹味 其實我覺得挺好吃的 是冷的 其實沿途看到很多人吃 都很多人選了點心來吃 這裡其實也有很多不同類的點心 吃冰師哥哥就拿了燒賣和素餃 那我先試試 不算很入味 那個燒賣 試試那個素餃 我覺得素餃好吃 那個燒賣 相對... 這些材料會比較入味 它裡面也有些粉絲 有些... 直接的碎 在裡面 那我自己呢 第二回合就拿了一點水果 我挺欣賞它 它的水果 它有些是分了一碗碗 那當然了 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選你喜歡的水果 還有它也有很多果汁 那我就選了蘋果汁 那水果就不是死甜的 因為... 有些... 差不多加了一些糖水 這個就沒有 那最後一回合就拿了 車仔麵 它也有水餃和雲吞選的 我就選了軟 那我就選了油麵 那些魚蛋挺好吃的 好彈的 哇 牛丸也很入味 這個丸真的不錯 接近我在... 在這裡做好吃的東西 是不是很誇張 你要不要弄這個 對 它真的會彈 好啊 兩天一夜的文化東方之旅 就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其實呢 我進住這間酒店 就是用了Leafy Bank 去預約 那就是預約了KK Day的 原本呢 就是2700多的 因為呢 這期呢 在KK Day 就有12%回憎 那最後呢 就是2400多 平均呢 就是1200元一個人 這樣 雖然呢 就因為疫情 很多設施都不開 包括健身室 或者是其他的 不同的一些場所 那就參觀不到 只不過呢 我只是呢 在這間酒店房呢 都感受到那種 怪例堂皇的感覺 其實一進到Lobby 你已經看到呢 其實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味道 它有一個很傳統的icon 一個線 那它的Lobby 其實呢 都會有一些 一些木製的浮雕 那還有呢 就是你看到它掛了一些吊燈的 那 你仔細看呢 你會覺得它真的一沉不染 那種味道 你會覺得是很古色古香 很古典味的 那還有 真的是五星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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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之 有一種氣派在這裏 那接著呢 你就 坐升降機 上到你這間房 那我覺得這間房 雖然 我們選擇的呢 就是城景房 那看不到海景 但我覺得這間房的面積呢 都是非常之大 就是你會覺得 很有空間感 我坐在床上是超大 就是 然後呢 又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還有 就算在這裡吃飯 我也覺得不局促 好像是一個看著一個街外的景 去享受一個很高尚的晚餐 那首先呢 說一下呢 住這間房有幾個位置 覺得好處先 那首先我覺得好處呢 就是 你會覺得其實它充電位 是非常之足夠的 它書桌那裡 有一個位置呢 是充電啦 而且呢 原來你在床的兩旁 就是這個床頭 都是可以充電的 就是不用說 一定要在這邊 或者這一邊 那兩邊都有的 入住了 那接著 然後再上回來 那店員呢 已經再幫我們 執拾好這個房間 還有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就把兩對的毛毛拖鞋 就放在床的兩邊 那下面就鋪了毛巾 那其實它的毛毛拖鞋 就不是那些平時 很沒質感的毛毛拖鞋 穿上去很舒服的 就是我覺得是 是 不知道 真的很舒服 它的牙刷呢 其實我覺得很好啦 本來我就開了 我就是白色的 那原來 小英師哥哥那支呢 就是黑色的 那也是可以分辨到 哪個用哪支牙刷 還有我第一次呢 進來住呢 是 我沒試過的 沒有牙膏 但是它會有一顆呢 是 好像糖的物體 一顆 藥丸 然後呢 咬碎它刷 我也覺得挺特別的 而且你好像呢 咬完一顆糖 然後呢 是 牙齒很清新 然後再刷 其實呢 他也給了兩支水 我們啦 就是Evian的水 我覺得呢 都是 感覺上呢 是很高尚的 平時都是普通乾泉水 那另外呢 其實呢 它這裡有兩部電視的 一部呢 就是在床頭的電視 另外一邊呢 就是在 浴室外面 即是洗手的地方 有部電視的 還有呢 它的頻道呢 都是非常之多 是來自世界國地的頻道 但是呢 我知道呢 其實這間酒店呢 都有很多不同世界國地的人呢 會來住的 所以呢 其實呢 都可以符合到呢 他們的頻道啦 不過我先說說壞處先啦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呢 都會覺得到門很重的 就是你要花一點力氣 你才可以開到門 另外呢 就是呢 枕頭方面呢 我覺得呢 真的太軟了 因為呢 臨到一個地步是呢 我睡到呢 下面呢 這個位置呢 是有點痛的 那如果可以硬一點點就好了 那整體來說呢 我也覺得蠻滿足的 那可能在一個房間裡面 吃的一個晚餐 再加一個自助早餐啦 那其實自助早餐呢 你也可以選擇去吃Z breakfast的 有中餐和西餐 不過呢 我們呢 就選了自助餐了 那自助餐都非常之多的選擇啦 作為一個人呢 1200元來說呢 加上一個五星級的服務呢 我覺得呢 都是合理的 而且都很值得推薦的 因為 我覺得 好像昨晚那樣啦 他又送香檳啦 又送蘭蕙芝士蛋糕啦 那我就覺得 哇 我真的有一種最生夢死的感覺 真的會覺得 哇 我很不想離開 因為我覺得這裡真的實在太舒服了 那 好 好想繼續留在這裡啦 即是 即是可能真的沒什麼設施玩 但是你在這裡 chill一下呢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而且呢 今天呢就是星期一啦 其實我們checkout的時間呢 都可以 順延回遲一點點 即是兩點鐘 所以呢 一會我就會再浸多一次肉呢 那才呢慢慢收拾東西去走的 那啊 希望呢大家呢 喜歡我這條影片啦 那大家呢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啦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按下旁邊的鐘仔 那以後 怕有新片的話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還要記得呢 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下集 生氣地走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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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